大家好,这一期我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辣椒 今年年初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视频,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两株辣椒种在一起产量高,而且呢长势也好 那我今年就很好奇试了一下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两株种在一起的这个品种是泰国辣椒 从这个长势上看确实不错,它比其他辣椒长得都要高大 今年种了好多不同品种的辣椒,只有泰国辣椒长势是最好的 不过这两株种在一起的辣椒始终都不开花 为了做这个试验,我看看两颗种在一起的辣椒和一颗独立种下去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两株种在一起的,已经有花苞了,但是还没有开花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颗也是泰国辣椒,它们也是同一个时期种下去的 那这颗辣椒就非常明显,个子矮小,叶片稀少,但是上面长了很多辣椒 那现在就非常明显的看出来两颗种在一起是不行的 它们互相争夺营养,虽然它有一定的好处 它的好处就是互相依附着,这样就不容易倒伏 因为这个辣椒它的根特别浅,到了后期就一定要用一个株干把它织起来 因为辣椒的根特别浅,抓不住地 所以当这个辣椒长了很多叶子或者结了很多辣椒的时候 就一定要用一个株干把它织起来,否则它肯定会倒掉 但两颗种在一起就没有这个倒伏现象,不过它的花期晚,而且开花又少 所以说两颗种在一起还是不可取的 那青椒和辣椒也是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容易倒伏 在后期一定要用一个株干把它织成起来 还有辣椒的分支能力特别强,为了减少养分争夺和下面的通风性 所以要及时把最下面的叶片和分支去掉 这样第一可以减少很多营养争夺,第二下面通风好也会减少很多病虫害 辣椒下面的分支不是弄掉一次就完事了,它还会再长出来 如果天热长得更快,所以看到它长出来了就要及时把它去掉 这样操作下来之后,结出来的辣椒是又多,个头又大 同时下面通风好了也减少很多病虫害 同时辣椒又是非常吸水洗肥的植物,因为辣椒的根系特别浅 只要看到表层土一干,就要马上给辣椒浇水 在不积水的情况下,只要保持土壤潮湿,对辣椒的生长是最好的 可能有些人会问,为什么自己种的辣椒,结的辣椒特别少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后期湿的假肥太少了 因为辣椒的根系不够发达,所以吸收养分也受到了一定限制 那这时呢,我们就要勤施肥,但是不能施种肥 那施肥呢,最好是给水肥,不要给颗粒肥 因为通常给颗粒肥,我们都会是挖一个坑 把这个肥埋下去,然后浇水 这时浇了这个水,这个肥呢,就会渗到地底下 很难被这个辣椒根给吸收,因为辣椒根太浅 除了在定制辣椒苗之前,我放了一些底肥 加了一些有机复合肥,这些颗粒肥以外 之后,后期我给的都是水肥 还有辣椒叶子的生长速度特别快 适当地去掉一些,对辣椒的产量和它的个头是有帮助的 那去掉的这些叶子呢,千万不要扔 因为它是非常好的一道菜,可以炒着吃 同时还可以减少辣椒根部的负担 免得大头尘最后倒腹现象更严重 其实种植辣椒一点都不难 只要定期给它水肥 还有就是在后期疯长的时候 注意适当地减少一些叶子 就是把最下面多余的叶子给它摘下来 这样可以积累更多的养分供给这些辣椒 那辣椒就会长得又多又大 其实种辣椒特别划算 又可以吃辣椒,还可以吃辣椒叶 基本上没有什么愣的 所以每年我都会种很多辣椒 那关于辣椒,今天和大家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订阅花果庄园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